五岁以上我肯定不干 我丑都不丑 咋这么硬性 就这么硬性 底线就在这 我宁可高的单身 我绝不讲究 注意看 这个大哥不一般 奇葩大哥来相亲 不断的用话刺激大姨 大姨说 他咋这么烦人啊 今天的相亲很精彩 我们一起往下看 今天来相亲的是黄大哥 59岁 收入高达7200 自命不凡 总想着找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美女做老婆 简直是目中无人 她的思想观念犹如一个贪得无厌的奴隶 对金钱有着疯狂的追求 七千元工资就目中无人了 如果她拿着一万块钱 那必须得找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姑娘才行 简直是狂妄自大到了极点 后勤 后勤她们做饭 我让她那个 我到时候瞅瞅 看看就是所谓的卫生了 就这些事 就管管食堂 不是我管 我这是出个监督作用 一个重要的职位 卫生委员 不可小觑啊 虽然大哥长得很眉毛 跟张飞一样 可她的衣服却总是偏向浅色调 这是不是让人感觉 她真的很有品位呢 你看我这件衣服 跟你说 你这个 这你们再年轻的人都买不到的 我这颜色 这叫湖蓝色 是不是 你看这 这搭配这四系 确实啊 这年轻 还别说 这一穿上不光飞 还红通通的 不像张飞改光功了 人家那个韩国的年轻小伙 就所谓 二三四 人家 人家 人家都这么穿 有大四 对 确实是 都是这种风格 韩国我怕 虽然韩国棒子不咋地 但是咱也不带这么埋态人呢 韩国小伙 看见了都得哭 大哥这不服老的心态 还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你不能把梦境带到现实 穿上个年轻衣服 就想找年轻大姐 那你要套个开灯裤 难不成还得上幼儿园相亲吗 要不话也太广了啊 或许可以试试找一个 比你小五十岁的伴侣 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梦想成真 这位大哥不仅自信满满 而且非常精明 善于算计 他不希望自己找对象后 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我女儿上高三的时候 她有个很好的同学 那同学她母亲也单身 完了她在那个咱们这吉林那个 我不要啊 卖电器上班 然后我姑娘说 她妈还挺好的 你找个人 我这啥意思 她说你看 你跟她妈 她妈也挺好的 对我也挺好的 那女孩上我家 我女儿上她家 我说我就跟我姑娘说 我说你胡啊 这可不行 我说我要跟她搞对象了 你讲来 你也上大学 她也上大学 还想找年轻的 还不想掏钱 六十老汉土豆发不扬 还当自己是牡丹的 红娘思来想去 还真找了一个小时碎的许大姐 我给你接红我 我给你接线一下啊 黄金龙 啊 黄金龙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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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坐 坐床上好吗 没问题 不要 这不快吧 不要快 不要快 不好吧 坐床上 直接坐床上不好吧 我您新扶床 没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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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大哥特意铺个床单 你这看不懂啊 让了半天还是坐到床上了 你这大姐是缺席眼吗 你是离异的还是 他就去扫 啊扫你也扫 对对对 这挺好 几年了 十 十年 五岁 到现在 大姐啊 你会聊天吗 大哥说丧啊 你说挺好 得亏没说恭喜啊 要不还得让大哥呼你一巴掌 但这俩人谁也别嫌弃谁了 唠嗑的方式是奇葩的一致 你有什么病吗 没有什么大毛病 小病 面是个不是那么糊润 这两天没啥睡好觉 不都是因为啥 没事 倒是倒是死 不是 保养保养自己 是是是 他喜欢打扮的吗 不是打扮 他就没那个气质 他就像张人说了 下饭店吃点菜 他不是我说要没说 他现在没看嘛 说话了可是都不怎么看我 而且脑袋一边这么一边这么 我就告诉你这句话 我说这是真情话 不撒谎 真的 真的 绝对我不是他 行动就要走的那样 长相各方面都绝对不行 我还是呢 没达到他那个标准 就是要让他眼前一亮的人 还是没来 那就找个能让大哥眼前一亮的呗 红娘又给找来一个同样小十岁的王大姐 每月工资三千块钱 这个大哥确实相中了 唠唠客就开始小心眼了 你离的是啥的 我是离异的 你别 过来咱跟老公在我的左眼 我都说 男人最忌惑的 很正常 你这个小的很正常 我正常 因为咱的小地儿太小了 那你劝你 哥俩劝夫婚得了呗 劝你吧 我看你能不能坚持 我 我这刚认识你 我都到了你 你 什么情况 对啊 什么情况 一定早没早呢 不是 你不对 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 三年就是离了这户我们 我都不联系 从来都不联 我给他就是微信都拉黑 全都直接就拉黑了 你问我灰明 从来都没联系过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个我算不 有过这事 你说一嘴就是 那眼睛都可能斗这么多 那哪有时候离灰明斗 这比少数 大哥充满关切的询问 让王大姐感到十分理解 虽然他坚定地表示 不再走回走过的路 但也有些好奇 大哥都离17年 为何不找呢 那你一直就是自己 女孩子 不是啊 在这个中头没找吗 你早就这样 没往这儿引过 你这不一瞅 这江湖太险恶 不大 不找 不是说这个对 现在人说实话 是 确实是 那头一天 朋友里见 你见完面了 你用床过你名的 车过你名的 我说你把我的 装骨骼合是得 不你的 那你也帮不着 我说我女儿那嘛 对那可不着 是 没有没提索话烦 咱说你别说 半个路的 就从小的 你不得二的 也不能说 那啥子 你天天这种 我找我 那谁也受得了 你咱说 你这不是 找花瓶子 五号封的活 对对对 你说别的女人 什么钱怎么的 我提了吗 我说 我没说吧 对不对 我就是找第二男 我不会说 就是提钱或者什么的 他上来就说提钱 什么这个那怎么的 我还没想说 你就是把话 把嘴 也就是把话给封锁 黄大哥 他的态度 让人家大姐无法接受 看来你已经有所警觉了 这样的生活 你能否继续 然而 下一刻 大哥的话语颠覆了一切 让乡亲的方向 发生了转变 你还有父母吗 有父母 有妈妈爸爸都健在 你家还有什么哥哥 有 我一个哥一个弟弟 我是中间 你爸妈都有老保 都有退休金 都有 你家都什么人呢 我说妈妈爸爸 哥哥弟弟 我就感觉 有点就像 你妈妈爸爸 有没有老保 就有点就像嫌弃 其实有点太现实了 假如说是我 我不会问你那么多 因为啥 我喜欢你 你所有的一些 我都会去包容 我能 我能 我都能做到 我喜欢这样的男人 大气的男人 我觉得我不喜欢 小气的男人 你觉得太现实 对 你看他爸 他妈都有老保 再说来这个 那就是咱就没后果子有 有英保有老保 要是你得大名 有病的事而已 咱爸也大不了少 爷爷那时候有一块 找你帮我 咱也就是 他有俩儿子 你不能挂走 大哥 现在不必担心 会被他人惦记 对于50岁的大姐太老了吧 我看你还是找个30岁 可能更加适合你啊 你就终身打光棍吧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失败 好了 老铁们 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笑说鱼的 请关注不迷路 长按红心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